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桃园男子上月致娃娃机店夹到海洛兰亚喇叭,没想到打开盒子发现里头竟塞满现金多达四万五千元,让他吓傻,立即打电话和台储确认。 一名陈信男子于爆料公社发文表示,自己日前致娃娃机店想夹取海洛兰亚喇叭,不料当男子正义或铁盒重量时打开竟发现里面装的不是喇叭,而是满满的现金钞票,金额更高达四万五千元。 男子联络郭姓台主才了解,原来是台主捕获时,不小心将纸钞和放进娃娃机内,并表示非常感谢这名好心人,送上三颗海洛兰亚喇叭当作谢礼。 事后台主更说道,如果是别人恐怕就会直接拿走,还好遇到好心人。 网友看了纷纷留言笑称,台主应该傻了,私房钱放错地方被夹走了,夹到神奇海罗,夹到就是特奖。